我感觉他们是我的朋友和家 他们甚至不叫我孙子 他们叫我姚哥 他们叫我兄弟 我们会常常去LiLi 像每天晚上 LiLi? 你不喜欢餐厅的餐厅? 我都喜欢我 韩哥姜春浩超爱台湾 暖心称台粉丝家人 我可以在里面看吗? 是 不 在里面 我爱你 生日快乐 你怎么说?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结婚了他 有时候他会怕忘记了 你心里不会再回来 已经50年了 法国名导卢貝松所监制的新片 《台北追击令》 是首部全部在台湾取景的好莱坞电影 江晨浩韩哥在片中饰演黑帮大哥 和桂伦美是夫妻 并抚养他和旧情人 鲁克伊凡斯的儿子杨明卫 主演们接受3D新闻网专访 分享跨国合作的拍片心情 我的角色很爱她 你现在必须能够 是很誇張的工作 我和Sung 我一定不喜歡他 但在副片段 我非常喜歡他 我們每天都會去Li Lai 每天晚上 Li Lai 你不喜歡餐廳 我喜歡你 Woo 我覺得對於專業分工的尊重 比方說車技指導 比如說我們只是要移動一台車子 而不是開動它 都只能用車技指導來執行 而不是任何的長期副導演 等等的 我覺得他們在安全上的把關 是讓我非常安心的 我覺得他非常的平易近人 很親切 而且就像他在形容 他跟他粉絲的關係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 稱呼他的粉絲為朋友 然後甚至願意擁抱他們 我覺得這是不僅僅是一位好的演員 甚至他有一顆非常善良的心 韓哥去年來基隆拍戲時 不論是清晨還是晚上 都有大批粉絲守候 可見巨星的超高人氣 你感覺到感受嗎 你感覺到感受嗎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在外面待在 熱的風格 我覺得 也不是只要 觀眾們想要拍照 他們想要給你一些東西 所以他們帶來食物 他們帶來衣服 我感覺不像是他們的粉絲 我感覺到這裡 他們是我的朋友 他們不叫我孫 他們叫我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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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外面 我感覺到外面 我感覺到外面 他們叫我姫 他們在外面 讓他們進入 空氣 我真的想要謝謝 大家在台北 為我們支持我們 為我們拍攝 我希望你享受這個拍攝 因為 像威att說 有快車子 在剧场中,在剧场中,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希望你享受一下,谢谢大家